逃亡之路每分每秒都关乎生死瞬间 对于北韩的脱北者来说 现在要逃出国境越来越难 因为连最常见的逃离境路 中国都开始利用AI部下天罗地网 要来监视任何可能越境逃离北韩的人 脱北者即使顺利来到中国也不安心 因为从2023年以来 中国就加强对境内北韩人的监控 不仅开始密切关注他们的社区媒体账号 并收集指纹声闻与点部特征 外媒还报道包含吉林等于北韩有陆地边界的省份 近年来大举更新监控设备 还在长达1400公里的边境上 加装数百台具有脸部辨识能力的监视镜头 不止如此 中国还新建遣返中心 18个边境警局被要求每年处理至少10名无证移民 并在30天内完成遣返作业 这些措施扩大对脱北者的限制 也增加北韩民众的逃亡难度 中国政府的公司的公司是 全国内的逃亡逃亡 都不得了国家的逃亡逃亡 而不是逃亡逃亡逃亡 应该是在国家的保障 我们预计 约7当中10逃亡逃亡逃亡 就有数百名脱北者被中国遣返 就连南韩统一部都坦言 尽管疫情解封后人数有所增加 但是自2017年以来 成功抵达南韩的脱北者 总数明显下降 这都是由于朝中边境 更加严格控管的结果 而中国看似帮助北韩 背后也有自身考量 多位专家指出 中国此举不仅是为了 维持与北韩的稳定关系 更是为了避免大规模的脱北潮 导致北韩政权不稳 同时防止加速朝鲜半导统一 扩大美国在东北亚的影响力 环宇新闻吴光诚 综合报导 请订阅 按赞分享环宇新闻YouTube频道 并打开小铃铛 及时掌握全球时事与最新趋势